谷歌母公司权益价值3.2万亿美元 股价被低估42%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12日消息 Simple E-Wall Street利用两阶段增长模型 对Alphabet估值进行分析发现 它被低估42% 利用戈登增长模型 计算Alphabet的最终价值 假设其股历年增长率 等于10年期美国国债5年的平均收益率2% 折现率为6.7% Alphabet最终价值等于FCF2031 乘等于1980亿美元乘等于4.3万亿美元 最终价值当前的价值为TV时等于4.3万亿美元 时等于2.2万亿美元 更播一首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